各位同学好 接下来我们复习一下弹性未能跟剪斜震荡 剪斜运动之间的关系 其实这里呢 用到的概念也是力学能守恒 那我们会用到的是弹性未能的变化 跟我们的弹力做工是差一个负号 这在我们介绍弹性未能的章节 已经有介绍了 弹力的做工 它就跟换句话说 就是弹性未能的变化 只是要加一个负号 弹力做正工 就是像弹簧它恢复原厂 恢复原厂弹力做正工 但是弹性未能是释放 所以弹性未能减少 那如果你是让它变形 比如说你去压它或是拉它 那这个过程呢 弹力会是跟你压或拉的方向相反 所以弹力是做复工 但是这个过程你却会觉得你好像把能量储存进弹簧 所以是弹性未能的增加 好那跟重力未能差不多 我们也接下来是这样做 再回忆一下 合力的做工会造成动能的变化 这个是在1-2的样子 2-1的样子 2-1的部分所提到的 那跟重力类似的 如果今天一个系统仅剩下弹力有做工 如果仅剩下弹力有做工 那也就是说合力的做工就只有弹力在做工 意思是说它可以受到其他的力啊 但是就只有弹力在做工而已 那结果就会是 合力的做工就会等于弹力的做工 那可是合力的做工又可以写成动能的变化 对不对 合力的做工又是动能的变化 那弹力的做工又是负的弹力未能的变化 那这么一来就会是动能的变化 完全是由弹性未能变化而来 而且他们刚好差一个负号 弹性未能减少动能就增加 弹性未能增加动能就减少 然后他们两个的变化量相加会是零 这就叫做异学能守恒嘛 那么我们今天就把这个弹簧的力学能守恒写出来 ΔK动能的变化就是增动能减粗动能 而ΔU未能的变化也是增未能减掉粗未能 这样子 那我们这里就可以把它写为 K末 K粗 粗 粗状态我们习惯放左边 K粗去加上弹性未能 二分之一 K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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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粗 的平方 就会等于 增动能 再加上增弹性未能 二分之一 K粗 粗 粗 而且他们加起来会是一个定值 一 力学能 那么我们今天要讲就是弹性未能 如果你单独看弹性未能 它会是一个抛物线 因为你以X为横轴 U能量为重轴 你就会画出X平方这个抛物线 这样子 好 那如果你今天是看这个动能 那动能再加上弹性未能 就会是力学能 那你可以把动能当主角 动能放左边 那弹性未能丢右边 它就会是一个 它就会是一个负的X平方的一个函数 这边它有负的X平方 所以它如果是以动能为主角 来画函数 那它就会是一个负的X平方的函数 所以它会是长这样 大概是这样子 这个是动能K 它就会是负的2分之1X平方 去加上力学能 然后力学能的话则是一条水平线 因为力学能手横 它随时随着生长量没有改变 力学能 这张图我们可以用动态的来看 这张图我们可以用动态的来看 会比较明显 这里就有一个动画 这个动画就是在演示 演示这个关系 我们的弹簧 弹簧升紧 拉紧压紧的时候 PE 这个PE就是potential energy 就是它的位能会是最大 如果压紧的时候是最大 可是你会发现压紧的时候 动能是最小 那在它松开的时候 弹性会能降到0 但是速度最大 那也就是动能最大 这一次我们把蓝色的也画出来 蓝色的部分就是动能 那你就可以发现说 卫能 红色的跟蓝色的动能 它们刚好是一个消长的关系 动能变大的时候 卫能就要变小 卫能变大的时候 动能就要变小 这样子 那最后是力学能 力学能是这条黑色的线 它就是动能加卫能 那因为动能变少的时候 力学能 动能变少的时候 卫能就增加 卫能变少的时候 动能就增加 那它们加起来 力学能是维持固定的 所以你就看到这个黑色的线 一直都是平的 好 这一个动画是一个 比较可以帮助各位去体会 动能和卫能互补 互补的一个动画 好 那么 回到这里 我们接下来才要开始做题目 所以 第一小题 最大的弹性未能 那就是 当它拉到了最长的时候 形变量最大 题目说它拉长到R 所以 最大的弹性未能 那就是 二分之一 k x平方 只是这时候的x 代入R 所以是 所以是二分之一 k r平方 这是第一小题的第一小格 好 好 那么第一小题的第二小格 那就是利用力学能手和嘛 那就是我们的最大的卫能 去加上 最小的动能 其實 其实就会等于 最 最小的卫能 去加上最大的动能 那最小的动能就是0 最小的卫能也是0 所以最大的卫能 其实就是最大的动能 好 所以这题也一样 第二小格 答案也是 二分之一 kr平方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第二小题 那我们先把这个版面呢 整理一下 好 我们把它移到这边 那第二小题呢 并不是发生在最大或 最大卫能或最大动能 好 他是说当 物体距离平衡点 四分之三r 他其实意思就是说 当 形变量 也就是这个x 等于四分之三r的时候 他的弹性卫能以及动能 那弹性卫能比较简单 那就是二分之一kx平方 只是今天 x距离他的圆长度平衡点 他是四分之三r 所以结果会是 三十二 四十六 十六乘以二三十二分之九 还有kr平方 那么 这时候的动能呢 一样利用力学能手痕 就可以来算 这时候的位能 在三分之四r处的位能 再加上 在这个位置的动能 就会等于 一开始我们第一小题 算出来的 最大位能 加最小动能 或者 最大动能加最小位能 都可以 反正呢 加起来就会是 二分之一kr平方 二分之一kr平方 那所以等号的右边是二分之一kr平方 等号的左边是三十二分之九 那我们的这个位置数k 在三分之四r处的动能 就会是 二分之一 减掉三十二分之九 再kr平方 所以结果是 三十二分之七kr平方 那我们这里也可以用图形来看一下 大概是这个位置 再过来一点 这个位置也差不多 就是四分之三r处 四分之三r 从0往左边算 大概 这不是 这四分之一 这样子 这样子比较像 比较像是四分之三r 那 你看他这时候 位能也不是最大值 动能也不是最小值 可是他加起来还是一样 还是黑色的那条线 所以 整个过程中 只要是动能位能互相转换 而没有流失掉能量 那整个过程中的力学能 都是 二分之一kr平方 那这个r是所谓的正幅 就是所谓的正幅 是他最大的震动幅度 当这个 物体到达最大正幅的时候 那就是他最慢的时候 那可是这时候 他的弹性位能是最大 那当他弹回到原长度 也就是平衡点的时候 他完全没有压缩或拉长 这时候位能是最小 但是他速度会是最大 但是他速度会是最大 谢谢大家